公正党主席南都斯里安华为沙巴7名候选人助选之旅遭遇阻拦 选委会昨晚突击安华在亚币下南南区的助选活动 以主办单位没有申请准证 以及出席者违反肢体距离为由叫停活动 并要求安华马上中断演讲 顿时在现场引起一阵小骚动 沙巴州选投票之前最后一个超级星期天 公正党主席南都斯里安华终于跨海道封下之乡 从早上开始连跑七个蓝点在沙巴参战的选区 不料到了最后一场在下南南 为候选人比多卡林站台拉票的造势活动 三梯铁板就在安华上台致辞时 说时迟内时巧 一群选委会执法人员和警方 这时突然闯入现场喊停活动 理由是活动并没有申请准证 而现场大约200名出席者也没有遵守肢体距离 违反了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现场出席者一度骚动 索性公正党副宣传主任沈志勤出面斡旋 执法人员才答应通融五分钟 让安华完成演讲 而原本十点半结束的活动 随后缩短匆匆结束 出席者也陆续离场 深志勤随后向媒体坦诚 这场活动延迟到星期五才定下来 来不及申请准证 但已经尽量的通知和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所以我们短短的14天的选举分秒必争 每一个时间都是宝贵的 如果选民要求要见候选人 选民要求见安华 我们必须很快的去处理 不然的话它会变成是一个 他们会很失望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呢 是分秒必争 拜六礼拜也是要工作 也是要做竞选 但是如果警方只是拜议到拜五而已 我们很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是希望SPR跟警方能通融 给我们 我们已经要尽量配合他们的程序 SOB还有尽量所有的申请 不少出席者也是首次遇到这种突发情况 由支持者就证为 要求竞选活动现场遵守肢体距离的条件 太过艰难 我们在这里 也有支持者质疑 执法人员专挑安华致辞的时间点突击 未免来得太巧 无论如何执法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刁难 至于活动是否会接获开罚单 申志勤表示还有待继续跟进了解 八度空间谭凯倩 沙巴亚币报道